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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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齊羿 歡迎大家收看《戰勝華街》 我們今天時間稍微提前一下 好 當然今天加權指數 尾盤跌了100多點 如果你仔細去觀察 你會看到一些貓膩 我帶大家看一下 首先我們看我們的 所謂的三大指數的部分 為什麼講三大指數 第一個是加權指數 這個是大型的 第二個是貴買指數 這個是中小型的 另外還多了一個 大盤扣除台積電 為什麼要大盤扣除台積電 我跟大家說 其實台股是 比較大的權重就是台積電 你看今天扣掉台積電之後 今天是跌了52.84點 你加上台積電的時候 是147.92點 你看到的時候有沒有覺得嚇一跳 怎麼差這麼多 所以台積電真的是 我們這個台股的權重 這也就是為什麼之前很多人說 它是我們的什麼 護國神山最主要的原因對不對 好 既然是扣除台積電之後 其實跌0.54 當然今天的表示就是什麼 因為今天起子結算 加上最近風風雨雨最多的 就是晶片股跟所謂的台積電 所以他就先修正 不砍他砍誰 好 我們看這個下面這張圖 我把它特別給他拉近給他看一下 這邊有所謂的關股 關股行庫的部分 這個圖稍微 你看這個巴拉關股最近買的 買超的個股當中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台灣的關股銀行 主要買超高股息 紅海 景碩 四星 年有 有沒有 有沒有 五十正二 有沒有 日月光頭控 其實這個就跟權值有關 包括台泥 生技股就合一 為什麼他們會去買正二 一定是看好 不然為什麼八大行庫都要去買正二 對不對 買超的還是比較多 好 那接下來看 裡面為什麼沒有台積電 這樣大家懂了嗎 所以他現在買紅海 景碩 四星這些 都是買他們這些覺得看好的股票 其實銀行的選股邏輯 跟我們一般的 一般投資人的選股邏輯是不同的 銀行在意的是什麼 自由現金流量 就是我希望你的公司 是每個月都有錢進來 這個我會去算 假設我現在每個月都有錢進來 他現在股價可以買了 我要確定你這個錢進來的 這個現金流量是穩定的 不是突然間上突然間下 不是不是 它要穩定的 穩定的現金流量 所以他買這些個股 就是會有一些烤 他們自己的考量 這是他們自己的考量 所以你看到這樣的情況之後 台股今天跌100多點 你看這個其實雅股 甚至是美國的期貨盤都是紅的 為什麼只有台股會跌 就是跟今天的結算有關 以上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好 那當然今天 我們的這個什麼 5G最強題材今天不是漲出去 這個是今天我在我的LINE群裡面 今天今天就是這個早上 早上這個9點半的時候 我在我的LINEET裡面發文 我有兩個LINE 一個LINE是88168 這個是我直接跟你互動的LINE 這是我們兩個一對一 LINEET其實就是一個 所謂的群發廣播的那種功能這樣 我在我的群發的這個 所謂LINE裡面我就直接講 這張股票是不是噴出了 我說漲給你看 就漲給你看 就真的漲給你看 有沒有 這上下就是一個漲停 這最高價 最低價 好 這個就是我之前在這個節目上講的 有沒有 10月17號 10月17號 安控股大漲 群創有達 我們從上禮拜開始跟大家講說 這個面板題材是什麼 這些個股怎麼樣 後續怎麼走 其實你知道嗎 各位 就在你失去信心 失去希望 你要離開市場的時候 你發現那些股票真的很好買 各位你知道差多少嗎 來 我們看 來3481的群創 我是不是是10月初的這一天 我就跟你講對不對 我就跟你說 我說群創跟友達 如果他們現在面板報價不再跌了 接下來要反映什麼題材 他們有沒有可能一起 手牽手一起努力 以前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現在有沒有可能兄弟團結 有沒有可能 對 有可能的話 那可能就是什麼 未來他們可能就是有中校 合併中校 可是從那一天講完你看 隔天還有下影線11塊對不對 到現在再13塊左右 因為這個是我收盤前 結的圖 我不知道現在到底是多少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漲上去 嚇死人 13.2來 各位看一下 我在中市講的時候是這一天有沒有 11到13塊 現在投資朋友 你等於是100萬什麼 變130萬 各位這幾天的時間 你去看加權指數 我們再看加權指數 有沒有很辛苦 各位有沒有很辛苦 我們再看一下 我在這個中市裡面公開跟大家講的 有沒有 上去了對不對 好 這個也在我們的黃金會 會員標股周報裡面也有 對不對 好 接下來我們再往下看 還有什麼 2409的友達 也是一樣 這一天 漲上來有沒有 我在節目上說 他檢視之後開始轉牆 開始往上走 好 16塊到18塊 16塊到18塊 我們看友達今天收多少 友達好像長得比這個 群創稍微慢一點 最主要是因為 他離年限比較近 這條紅色是年限 群創離年限比較遠 好 我們再往下看 16到18塊對不對 買個50張 80萬到90萬 現在投資朋友 我今天跟你講的不是你今天要花 比如說我不是要 我不是要叫你花了 四五百萬去買一支股票 然後賺一二十萬 不是 你只要花個五六十萬 就有這樣的結果 這是我在中市 呈現給大家的一個績效 我為什麼要告訴你這件事情 就是說 盤視它會是影響你心情的原因 但是你來股市裡面 你要的是賺錢這件事情 你的目的就是要來賺錢 對不對 既然是如此的話 你要選對一個好的題材 會比較重要嗎 我們現階段來講 很多人認為說 台股可能會面臨到 升息的利空 然後明年很多人認為說 經濟會出現很大的衰退 甚至連這個戰爭的議題 就是俄羅斯跟烏克蘭 是不是到最後沒有包 然後開始丟核彈 這些利空都是 都被傳出來了 我認為是這樣 今天如果他真的有什麼動作 要丟什麼彈的時候 我覺得美國人不會做事不管 他一定會先跟你談 你不要來真的 對不對 你不要真的丟這個東西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不是不能談的 第二件事情 升息這個東西 他們要升息當然是沒有問題 如果不升息 物價本來就會漲 這就是長久以來 聯準會的工作 可是你會發現說 其實股價修正下來 它修正的是什麼 修正的是漲多的機器 但是這個1萬8跌到1萬2的時候 這個中間可能5000多點的跌幅的時候 你失去信心了 但是股市它只是回到 它合理該有的位置而已 所以你到現階段來講 包括我們現階段 你看美股稻窮的 美國股市的這個走勢 稻窮站上月線 其他的廢伴反而是墜落的 他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現階段來講 台股的部分不是因為升息了 可能是因為美國要進中國 今天這件事情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一個影響 但它不會是什麼 不會是永遠都不會起來的 它也不會是一直跌 一直跌一直跌的情況 而是這當中 你怎麼找到你可以選的股票 我可以問大家 你現在很多人認為說 我在股市賺不到錢 我離開股市了 那我想問你 離開股市你要去哪裡 你要去會市嗎 還是你要去做什麼 你要做電純嗎 還是你要去買保險 還是你要去買基金 你覺得買基金跌的會比股票輕嗎 基金不會跌嗎 基金跌的稀哗啦 那你要做什麼 那現階段來講 你要去買房地產的話 現在房地產 哪一個東西是你覺得好下手的 你說全台灣六個城市 你覺得哪個地區你比較好下手的 我們不要說貴或便宜 你好下手嗎 既然你不好下手 那請問一下 我們看了這麼多的投資工具當中 各位股市跌了5000點下來 不就是最好買的時候嗎 可是你在這個時間點 你選擇離開它 這不是一個很奇怪的邏輯嗎 就是你看了這麼多好 比如說房市現在也不好下手 會市你也不太懂 那你去做定存又太慢 毛險可能要等很久 那做基金其實也沒有比較好做 債券現在你敢買嗎 現在升息 也是個問題對不對 而且債券一年收益是多少 有時候你價格跌下來 跌下來的這個價格 你可能配息要領四五年 那我們現在再回來看 台股從1萬8跌到1萬2 1萬3跌到5000點 那不就最好買嗎 那你還要去做什麼 我不知道你要做什麼 你要去開店做生意嗎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有資金的話 理論上我認為 就各行各業的經營風險來講 因為你不管你去做生意 開公司開早餐店做什麼新的 除非你真的很有把握 不然我不覺得現階段來講 股市會不好做 我不覺得 我覺得很好做 1萬8跌到1萬2 1萬3 我不覺得難做 我現在覺得就是趕快找股票 找好的股票上去就噴噴噴了 你看我去今天那個 我才講兩天今天就噴出了 各位 我講兩天而已 我才講兩天而已 然後今天就噴出了 我要跟大家講是說 現階段來講 你不要去被這個大盤的盤勢所影響 比如說我們先看 3046的建機 大家都知道是我的代表作對不對 我不是拿建機而已 我自己講 好 還有這個5227的立凱 有沒有 他今天會跌So hot 他很喜歡這樣 可是我們在這邊買的 我跟大家講真的 我在中市上分享的時候 都是很底部 甚至我是在這邊跟大家講 中市上跟大家講對不對 那這邊講到這裡來 一路你都有看到 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你只要選對股票 各位賺錢真的不難 我是說真的 你看我去講群創跟友達 講幾天而已 你看就這樣 群創跟友達就是這樣 我不就是 我不就是那個什麼時候 我不就是那個時候 跟大家講的嗎 就是10月初的第一天 跟大家講的 所以你看這個 不是沒有辦法賺錢 而是你沒有辦法 找到對的股票 這個才是重點 好 我們待會兒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廣告之後回來 我要跟大家講 你的5G的題材之後 接下來還有什麼股票會噴出 我認為這一檔很有機會 所以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大家馬上回來 好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現在要跟大家講一下 產業的東西 這個是工研院所描述出來的一個圖 稍微把它放大一點 這是台灣的儲能產業 裡面會有很多相關的供應鏈 儲能這個東西 我認為會是 未來滿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家裡面 有沒有什麼類似像發電機 或者是充電系統這種東西 我覺得這種東西 在未來對很多企業來講 特別是廠物 比如說台積電好了 它沒有辦法接受停電的風險 所以他們都有UPS 跟一些電池 維持這個所謂 電源的持續的供應 台廣當然有很多 大家耳熟能詳的台達電 加百育 新普等等這些 都是有包括系統電 聯合再生等等 亞利 大同跟華城 這大家都幾乎都耳熟能詳 只要是大家熟悉的這些企業跟個股 通常他們就很難是標股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他們的股價基本上 就已經是符合它現有的價值了 未來的成長跟衰退 就是依照它的營收表現 這是股價動力學裡面 我覺得最重要的一個因子 它跟你的營收有關 當一個股價漲到一定程度 跟你的營收有關的時候 跟你的獲利有關的時候 它就沒有辦法變成標股 所謂的標股就是 能夠在一段時間漲一倍的 比如說建基從30到10 這個就是一倍 這個就是標股 我們說的是這樣 挖掘鑽石這件事情 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說我們看到這樣的一個產業 是一個未來成長的前景 我們當然會去思考 到底在這個產業當中 誰會比較有機會 我先前跟大家講過 立凱的利基點是什麼 立凱之所以我會看好它 最重要的原因是一個 2021年是這樣的一個數字 這是磷酸鋰鐵電池 是這樣的一個數字 三元電池是這樣的一個數字 456608 大概講這個數字你就知道 456608 820 這個是2023 這個是2025 每兩年的成長幅度 你會發現磷酸鐵鋰電池的部分 其實成長的速度 其實是比較快的 是比較快的 這個也是 在整個產業研究這一塊 大家的共識 不是我講的算 我要跟大家講的是這個概念 所以你看這個藍色 是不是成長的速度 是很快對不對 這個 當然它本來就大 綠色的這個三元電池 本來就是多 可是你會發現 這一顆頭跟到這邊 到它的這個脖子這裡 其實它成長的空間 並沒有你想像那麼大 反而是這個 本來在它腰部這裡對不對 這一顆一半 然後漲上來 它的成長空間就很大 這個是我們要做 做產業的時候 比如說你今天要找一檔股票 你能不能找到能夠漲一倍的 而不是說你只要漲一根漲停板 我好開心 我賺了就跑了 所有在股市裡面真正賺到大錢的人 不是為了一根漲停板 我記得在2020年的時候 我有個從小 就是從我們高中一直到 我出社會 我認識他30年的最好的朋友 我們有一次在聊的時候 剛好2020年 那時候疫情影響得非常大 他在長榮工作 他就問我他們家的股票 他說他的平均的成本是12塊75 然後大家聽到12塊多 又覺得說那好久以前了 各位你知道嗎 他12塊多的時候買了長榮 結果跌到那個什麼 好像9塊多 他就會想說怎麼會跌那麼多 你知道為什麼他會這種感覺嗎 他不是買一張 他是買100張 那100張是不是從120萬跌到90萬 你賠了30萬 對 你對一般就是壽星階級來講 賠30萬不是小錢 然後他問我說 他覺得長榮的股價怎麼樣 我說你不是你們公司 你應該很清楚 他說當然會覺得不錯 但是還是會擔心會不會繼續跌 然後他就問我說要不要加 我說在家 你看你能買幾張就買幾張 他從那個時候 就一直的放到 去年200多塊的時候 我說你們大股東出了 你不先走 各位你有沒有發現 真正能夠賺到錢的是什麼 是一個波段上去 不是今天你裝一根漲停板你就跑掉 或者是兩根漲停板你就好棒棒 不是 你要的是能夠賺倍數的 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我不是說哪一支股票會漲一倍 我的意思是說你在股市裡面 你要賺的是一整個波段上去 你的財富才會累積的金人 你看長榮是這樣 陽明是這樣 旺海是這樣 對不對 你看當時的群創友達也是很便宜 當時的台積電也很便宜 200多塊漲到600塊 當時的很多股票都很便宜 然後我們時空背景換到現階段 之前起漲的時間點大概在一萬兩千點左右 台灣還在為能不能創新高這件事情而擔憂 但是呢 是不是到一萬八 好現在再回來一次 請問各位 再回來一次 再回到一萬兩千點 一萬三千點 那你要不要賣股票 我們要不要來找一個能夠漲一倍的 我們要不要來找一個 真正漲上去能夠賺很多 而不是只看一根兩根漲停板 不是說今天跌3%明天漲6% 你的心不是在裡面去做被影響的 而是真正能夠賺到一整個波段的 各位你知道嗎 像安控 安控我們的那個 我們那個安控的股票 今天繼續在漲 這是我要跟大家講的 你看他今天繼續在漲 現在投資朋友他繼續在漲 今天收3475 有沒有 又是收盤價新高 每天這樣慢慢漲 漲不停的力量 那他的題材是什麼 我就跟大家講過了 盡量的關係 這很簡單 那除了他有沒有其他 當然有 還有很多題材 所以我接下來要跟大家講的是什麼 就是說 你在全球的這個儲能市場當中 到底這個市場有多大 這個是Bloomberg Bloomberg就是我們一般 我們看產業都會看的 這個是2020年 2020年儲能的市場是180億 2030年剩下8年了 是1600億 你有沒有發現成長將近10倍的市值 這是他的研究報告 這是Bloomberg的這個能源財經 從180億 這個是181 然後到1600億美元 USDollar 是美元 這是我要跟大家講的 這麼大一個成長空間的時候 你能不能找到一檔股票 真的有機會受賄的 真的有機會受賄的嗎 立凱他是做 比較偏上游的那個原料 所以他在澳洲的電財廠設立 澳洲建立的一個 所謂的電池材料廠 電池材料廠 他的目的就是要搶佔這個 所謂市場的前景 有沒有第二檔股票 能夠跟立凱一樣 或者是他可能會比立凱好 他直接可以吃到 終端消費的這一塊 有沒有機會 如果真的有這麼大的市場 我們說真的 因為這是Bloomberg的數據 如果我們找到這樣的產業題材 我能夠在大碟的時候 10月初大碟的時候 我跟你講 群創 我跟你講友達 因為我覺得台灣的面板很辛苦 要跟中國競爭很辛苦 如果他們可以所牽手 兄弟齊心努力的話 我覺得會更好 我們從10月初看著 友達跟群創這樣往上走 我們也看到過 在9月份的時候 我的建基跟立凱 甚至是到現階段為止 我的安控小標股還在漲 晶片股還在漲 我講的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 是一個真的很好的一個題材 而且它的產值 不是每年漲一點點 而是像比如說除能市場 它可以在未來8年 可以成長多少 不好意思 滑鼠掉了 未來8年 它可以成長將近到10倍 我要你做的是這個市場 我要你做的是這個產業 我要你做的是這張產業裡面 最會漲的股票 我不是要你賺一兩根漲停 賺個5%10%好棒棒 技術分析而已 各位技術分析太淺了 技術分析真的太淺 很多人都會看線 你喜歡看線的人 你都不知道大戶都會把線做給你看 做給你買 永遠都是產業的題材 找到最前面的那一端 我挖到鑽石的時候 我帶我的會員進場去買 所以我從一開始節目 我就跟大家講 我不要你只賺一天的大漲的漲停 一兩根的漲停板 太小家子氣了 我要你賺的是一倍的股票 我要你真的能夠放著 漲上去開心的豐收 我要的就是這一種 所以如果你真的手頭上真的 你願意 你覺得你現在想要投資 我認為沒有任何一個投資工具 比現階段的台股 我覺得它是有時間點的 以現階段來講更有機會 我們看這一檔個股 電磁大表股 錯過立凱的朋友 你看一下 如果你想做這一檔 88168 VIP你加入 我帶你直接操作 你看一下這麼多的題材 把握機會 就在這個時候 我認為明天有機會上車 如果你願意跟著我 加入我的會員 88168 VIP 我等著你 明天見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從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MING PAO CANADA